六港文德宮主廚文婦翁芽 是當地基民的重要信用 在廟宾的男生民眾為著增加廟宿 特別自己開場的蔡衛老師 在引導的拼墊 用噴槍將廟來新尊以Q版的方式來圍起來 希望讓更多人了解這個文德宮的故事 剛才說 七八八 原本沒什麼的拼墊 它在塞封的腳踞一分後 一生一生的Q版新名就有典現在面前 看起來非常讓人注意 六港文德宮主廚文婦翁芽 是當地基民重要信用 剛才在廟宾的男生民眾為著增加廟宾的特色 特別自己出錢請蔡衛老師 在自己家的拼墊民眾 將廟宾的新尊以Q版的方式圍起來 希望讓更多人了解這個文德宮的故事 這個房屋是我的孫子去的贊助的 隔壁就是我們的雲德宮 以前這個拼墊是白色的 現在採畫就是文德宮的新名 看在這帶動我們一些雲德宮來時 帶動我們文德宮的氣氛 和一個郵客來參觀這個地方 跟一般圍穿菜圍不一樣 在乎用噴槍來創作 讓作品看起來更加流行 而且圍出來新編不只有Q版 文德宮的開機新尊 用下式的方式典現 看起來更加重嚴 這一次的創作是以文德宮的 一些眾神明來做一個題材 然後這一次我們所使用的工具是噴槍 沒有用刷子或者是方式來做採用 尤其是因為噴槍它的效果跟 整個視覺上的感覺 會讓人家是比較惡魔一新的 會有兩種不同的風格 是因為前面我們用Q版的方式來呈現 讓來來去去的遊客看到的話 我們會呈現出神明不一樣的另一面 形式上可能沒有那麼的嚴肅 那彷彿就是神明就是在我們周圍當中 那寫實版的神明是因為 他們是文德宮的開機的神尊 那想說來到這邊拜拜的人 就可以看到說 哇他們的神像就是呈現在這個牆壁當中 他們一點像拜拜的時候 回頭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神明坊就在我們周圍這樣子 為前菜圍好看各個水 代表師宜成是真感謝出租的用心 好看見見到有特色 真感謝我們的圖 用他們這面邊呈現我們的文石中 就尊新他們的神像 又呈現他們Q版 當然我們這些老公 他很用心來策劃 為前菜圍目前已經接近完工 相信在這完成後 如果環境變了水 又讓問題的環境變了更有特色 新中華新聞插2600 蔡宏報登 本節目 然後 ああ 這 OC